据警方了解,林女的前男友李楠和现任男友都与诈欺犯罪有关 警方推测,林女可能是为了现任男友前往缅甸 林女和前男友李楠在交往时共用台中进一大学的一名林姓女学生失踪于一个礼拜 家人交集上网寻人 最初经查出林女从桃园出境,引发人蛇集团拐骗的猜测 但经警方抽丝剥茧调查后,发现林女是自行出国 已经排除有犯罪集团涉案,目前仍在缅甸境内 警方也请刑事局国际科驻态联络官以及外交部进行人道救援 家属也以窒息情况 据了解,林女原与家人约定清明廉假返乡 却无故会回家,家人多次联系魏果 后来家人发现林女的旧手机被前男友拿去使用 但在林女租屋处的房东找到了他新手机的空盒 于是家人于4月2日晚间向警方报案 警方成立了专案小组展开调查 警方透过定位查询 查出新门号最后关机的点位于桃园市大园区航站南路一带 研判林女已经出境 金渣林女已搭乘长龙航空飞往伦敦的班机出境 于中途转机时于泰国曼谷下机 并持护照入境缅甸阳光 警方起初不排除可能有犯罪集团涉案 怀疑林女可能遭到人舍集团卢走 或是落地后有人接应 警方表示,届时将根据林女医院决定是否返国 此次出国目的就是KK园区 出国前,林女先将前男友赠送的手机归还 在使用先前尤零母给予的每月一万元零花钱 以及自行打工积存下来的钱 在台中市坛子区购买新手机 并从网路购买机票 搭乘飞机至泰国下机 在去年底爆发KK园区事件之后 当地警方对于边境管理慎言 林女已想必嫌,选择从阳光入境 但林女去阳光的目的为何 警方仍在厘清当中 林女出走后家人破网请网友携旋引起社会关注 网友纷纷表示关注林女的安危 希望她早日平安返家 警方呼吁若有线索或发现林女行踪 请立即通报警方 据警方了解 林女的前男友李楠和现任男友都与诈欺犯罪有关 警方推测 林女可能是为了现任男友前往缅甸 林女和前男友李楠在交往时共用一只手机 而林女是透过李楠认识现任男友 李楠之前也曾提醒林女要注意诈骗 林男目前在打林宫 因从事诈骗集团下游被起诉 该案人在侦办中 警方调查显示 现任男友有可能在缅甸从事诈骗行业 而林女到缅甸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次前往见现任男友 或者是被骗去从事诈欺行业 成为所谓的租宅 警方表示 现已透过外交及警政署除外联络关管道 积极查明林女在缅甸的行踪 协助她返台 尽管林女前往缅甸的目的尚未明确 此时一出引发网友烈烈讨论 网友留言 怎么想都有鬼进男不察 去伦敦怎么会跑到缅甸 事情出国就不是人蛇集团 是不是以为去园区 可以当大指头很爽啊 被骗去还是新进员工去受训 共用一只手机 这种干话你都讲得出来 台中撞到诈骗的 比通缉犯还多 新闻里这个做啥 自己爱做死 都成年人了 大家对于女大生 赴KK园区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 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